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刚刚送走了2020年金色的9月 我们又迎来了火红的10月 叶子的变化就像南瓜香料 拿铁咖啡和舒适的毛衣一样 是秋天的典型特征 没有什么比在10月约上几个小伙伴 一路说说笑笑地欣赏叶子颜色有显变身 又或者相约住在能看红叶的舒适的酒店房间里 裹着毛绒毯子 喝着热咖啡 享受秋天的色彩更惬意了 虽然对于我们来说 今年的秋天还是比较艰难的 但是相信只要做好去看红叶时的安全防疫措施 那么剩下的就让这份大自然的秋季礼物 来至于艰辛的2020吧 瘟疫让整个美国慢下了脚步 却丝毫没有影响秋季叶子 油绿变红的自然美景 叶子颜色的变化 是树木为冬天做的更大准备的一部分 在秋季和夏季 白天较长 阔叶或者落叶树木 利用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随着白天的缩短 这个过程就会停止 随着秋天的到来 叶绿素逐渐消失 秋天的暖色调开始流行起来 黄色素和橙色素一直存在于叶片当中 它们也参与光合作用 叶子在凋落前产生大量红色花青素 从而形成了红叶 可能很多小伙伴和小兵一样 准备打包行李装上车 开启这一年一度的红叶之旅 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红叶是最好的 哪里的红叶是最好看的 又或者是否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观看时间呢 别担心 那就使用这张smokymountains.com公司 每年发布的秋季叶子预测地图吧 根据秋叶地图 可以看到状态何时会发生变化 地图是通过分析数以百万计的数据点创建的 利用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降水预报 到平均日照量和温度预报的一切信息 将各个线的数据点放在一起 网站的创始人预测 今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关业活动将在全国各地成为抢手的秋季活动 由于许多顶级秋季官业目的地都位于主要城市的便捷车城之内 在许多受欢迎的秋季官业目的地 官业人群将会更多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安排好观赏秋景的时间 尽量避免拥挤人群 为了能让小伙伴们看上最美的红叶 小编帮大家总结了以下几个赏业的最佳宝地 阿什维尔 北卡罗兰纳州 坐落在北卡罗兰纳州的蓝岭山脉 阿什维尔是拥有一切你可以想要在秋季度假的梦想圣地 当你漫步到附近的皮斯加国家森林公园徒步旅行 在变幻的树叶中发现美丽的瀑布 或者驾车穿过公园的部分景区 欣赏美景而不用流汗 纽约 秋天也是游览纽约市的最佳时机 虽然一些热门景点还未开放 但纽约市仍有很多景点可看 选择一家位于中央公园的酒店 比如马克酒店或者GW万豪埃塞克酒店 这两家酒店都提供公园景观 所以你可以在舒适的房间里享受变幻树叶的滑盖 你也可以喝杯咖啡 漫步在标志性的公园里 在五颜六色的树林当中 欣赏天气线的美景 伯克郡 马赛诸塞克州 如果你想逃到连绵起伏的山上 那里有美丽的秋天落叶 可以去马赛诸塞州西部的伯克郡 有几个迷人的城镇可以共选 包括莱诺克斯 斯托克布里奇和皮斯费尔德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你可以驱车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同时欣赏五颜六色变化的树叶 马里兰州东海岸 马里兰州的东海岸环绕着切萨皮克湾和德马瓦半岛 当你大吃马里兰螃蟹的时候 一定要在麋鹿井州立公园多走走 看看这里绚丽的色彩 仙纳渡国家公园 著名的Skyline Drive在秋季是一条很棒的路线 因为你可以在一条美丽的蜿蜒公路上体验五彩缤纷的色彩 或者是选择6.5英里的Maris Rock徒步旅行 沿着阿帕拉契小景到达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观点 其实几乎我们生活的每个城市 都有它秋季红叶独特的魅力 更方便的一点是 很多看红叶的地方驱车前往几乎都在两小时之内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戴好相机 一起记录下这个不平凡的2020在秋季最美的样子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更新了 爱生活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